LSP爹爹的第十一集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玩LSP爹爹的第十一集啦 那這一集呢 我們也要做比較特別的事情 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做我們的K9警犬 好 那警犬就在我們這個下面的地方 對 好 那我們今天開的警車呢就是這個洛杉磯的這個維多里亞皇冠這台警車 K9警犬專屬的 我們就讓我們的警犬先上車 警犬上車了 好 他上車了 非常乖的坐在這裡面 然後他應該是不會關門的 我還要幫他關門 好 那 我還找了一個同伴啊 在美國應該 對 在美國應該是一個警犬有一個警察 不過我們需要多一點幫忙啊 所以我們就叫另外一個同伴來陪我 好 那上車 好 那我們一樣看看今天會有什麼案件會發生吧 然後這個燈為什麼是開的 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就來做被巡奪看一下今天會有什麼事情或案件會發生吧 OK 好 我們接到了這個友人試圖要放炸彈 那我們就趕緊來前往一下 好 那要我們響鈴 但不要響靜 先不要響靜鈴 然後響靜鈴 然後響靜鈴 好 就是這樣 借過一下 剩下400多公尺就到了 我們就非常快速的情況 結果 結果 好 被撞到 車啊 全白的車欸 好 那我們已經到了這個範圍了 我們找不到人在哪裡 我們來找一下 是不是在上面 我們來上面找一下好了 這裡沒有人 天啊 等一下應該要修車了 這裡沒有 我找到了這位 我們就先 下來 然後也把金拳放下來好了 因為他會不會做些奇怪的事情 等一下要把反應的話 金拳或許可以綁到我們 金拳過來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話 你最近怎樣呢? 呃不好 我有一個 炸彈在我的手上 你為什麼要拿那個炸彈呢? 呃這個 呃 呃 喂喂喂 好啊 他直接爆炸 然後當他這個 升反應直接往後退啊 然後 就直接爆炸 好 然後我們的金拳跟我的團隊已經被炸死了 然後他自己也死了 我們還是嘗試一下叫救護車 我 我 你怎麼會被炸死了 我 你怎麼會被炸死了 我 你怎麼會被炸死了 我的狗 不搬弓我的狗啊 應該是沒救了啦 因為他就是 近距離的跟炸彈接觸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救了 沒什麼救了 沒什麼救了 我們先把交通控制一下 這樣就不會那麼亂 這個 死掉的警權的話 就叫 動物管理局來吧 在那邊來了 準備要來了 這個還活著啊 放炸彈的人還活著 真是 奇蹟啊 剛剛是不是撿到槍啊 我剛剛聽到撿槍真的 看一下 欸對 我真的是撿到槍 好 那個 等一下 就拿去看一下 這是誰的槍啊 看一下 查看一下 這個槍的序號 這個槍是有效的 應該是就是剛剛那個人的 手槍 然後這個 人就把那隻狗給帶走啊 對 他是被那個 那個 暴力物炸死的 然後 感謝啊 嗯 你管是有效的 你沒有救我 今天 能不能告訴我 你沒有跟它 我沒有在那裡 是嗎 我沒有在那裡 我沒有在那裡 我來不去 我先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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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們要幫忙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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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看 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案件發生嗎 我看來還要再多請求一位新的警犬 那我們就待會見 We've got citizens reporting an attempted bank heist in La Mesa 我們接到了一個案件 就是有人要試圖來搶劫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段 我們拿了港車 港修好 然後又一個撞 拿到我們不響燈 也不想得直接前往 重點是我不知道要前往 要前往多久 所以我這部分會先響警燈 讓他們引路 然後到那附近的時候再關警燈就好 讓他們當路 讓他們的車是哪一天又被你們撞爆啊 痾 它是在哪裡啊 它好像是在那個 下水道那個地方 好 這裡可以下去 我們來下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關進燈了 那這個要慢一點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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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前面 我看到了那個箱形車 好 到了那我們就實施加通藍鐵 好 讓他們在這裡藍鐵 真的是 好 讓他們查一下他的資料 Target Vehicle License Plate 4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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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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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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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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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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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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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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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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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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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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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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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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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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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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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電視單位把他併走 然後這個車我們要上一下 然後這個車沒什麼東西 這個的話我們就叫 拖吊車把它吊過 OK,好,電視單位來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雖然那個說是叫警犬 但是我覺得警犬在這一集好像沒什麼作用 就是真的沒什麼作用 那沒辦法 就是我們遇到的案件就是 警犬通常都起不了作用 最後一個案件是警犬 有需要警犬單位來支援 然後結果呢就是槍戰 然後我們還來不及把警犬叫下車的時候 那個嫌犯就已經下車 然後直接朝我們開槍 所以我們來不及就是叫警犬出來 好,那我們就上車回警局囉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記得按個以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